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關於一宗搶劫案 在尖沙咀發生了一宗街頭搶劫案 在凌晨1點鐘左右 有一個女人拿著 裝著60萬現金的紙袋 途經尖沙咀尼敦道期間 而此就是財物露眼 於是被十幾個非華裔男人發現 並且跟蹤 其實我不認同財物露眼 我認為是有鬼的 他急步走到尼敦道和加拿芬道交界時 突然被這班非華裔男人襲擊 並且搶了他手上裝著60萬現金紙袋 以及搶了他一部iPhone 刷人得手之後四散逃去 一輛警車接載附警前往處理案件途中 經過了案發現場 附警發現有十幾個人圍毆一個女人 嘩好呀 全家產 於是立即下車分頭追折可疑的人士 後來成功捉到三個男人 捉到三個非洲裔男人 年齡介乎37至42歲 涉嫌行劫被捕 非洲仔搶野 涵事件裏 女事主的背部和手相受傷 需要送往醫院治理 但是失物暫時還未找回 涵根據了解 早前女事主把60萬交托給朋友 但近日因為孫患病 所以就問朋友拿回那些錢 就打算來醫治孫子 誰知被人搶了 即是本身這個女人借了錢給人 人家又還錢給他 這頭還完六十萬轉頭就被人搶了 那還錢那個人好猴大嫌疑 這些真是查清楚 因為好猴正常 例如我走出街拿著個袋 他不會無緣無故地屌你 別被人搶東西 人家不知道你的紙袋裏面在裝什麼 除非你好猴招拿錢出來數 否則人家不會無緣無故地打劫你 因為1點鐘這個時間 你可以說街上已經沒有人 但現在開回晚上堂食 街上應該不多 不需要還有些人 這樣都好猴瘋狂 大街大巷地搶 最重要的就是 人家怎知道你有六十萬在這裡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沒鬼死不了人 即是好猴有嫌疑的那個人 即是還錢給他那個 因為你沒理由的 剛巧屌你老母在你拿著六十萬的時候 又被人打劫 你平時走的路屌你老母 不被人打劫 突然間你拿著六萬被人打劫 好明顯啦 屌你老母有嫌疑 這件事還錢那個人 又或者不一定是還錢那個人 總而言之知道這個女人 會拿著六十萬離開那裡的人 就最有嫌疑 這就是我的理解 我查案的 屌你老母很厲害 神探宅仔 查到案的 不過就是這些夠猜 有時候你查完案都未必是真的 可能真的剛剛遇著剛剛 剛巧那幾條狂樣 屌你老母等錢花 見到那條狂樣拿著袋東西 難道有錢在裏面 但實在都不會 十幾條傢伙 暴描一個女人 一定不是這麼巧 一定是屌你老母 知道他裏面有很多錢 才這樣暴描她 以前我曾經聽過一些案例 即是坐牢的時候 有些傢伙是怎樣呢 譬如派一個內鬼 去某一間找換店做 OK 做到差不多了 知道他們什麼時候 入金出金的 知道錢的調動 然後呢 就請藍馬仔 回來搶錢 譬如我知道你 今天2月15號 我知道你要出金了 知道你的錢要拿走 轉去其他地方 可能你拿著百多萬現金 那一晚 拿著一袋錢走 OK 正常是不會有人知道你的錢什麼時候走 但我在那裏做 我是內鬼 我就知道 我就通知我的同黨 叫你老母 找兩個男孩子過來 打你老母 搶你老母 錢 一個這樣的情況 然後搶完錢 再拿回去 跟主腦分 有些是這樣做的 我知道 我聽回來 那些已經炸了數 那些已經被警察拘捕了 所以是不涉及什麼犯法 已經被人拘捕了 那為什麼會請藍馬仔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認不到他們的樣子 我這樣說會不會歧視呢 應該不怕的 我都不怕這些東西 屌你老母 沒有臭 是什麼什麼歧視呢 那認不到就認不到的 為什麼他們會找藍馬仔呢 因為 因為他們認不到 譬如你找兩個藍馬仔 你去搶一個香港人 未必認到的 是啊 屌個個差不多樣的 怎麼認人呢 所以就這樣去做 那個情況是這樣 這樣去處理 所以我見到這些 多數都是有鬼的 沒有鬼又不死得人 這些事情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財物保管 這些都很小心 其實拿著這麼多錢 最好叫多幾個屌 你有沒有信得過的人 或者點對點去 或者去一些 好屌多人的地方 不過沒有的 如果一些人有心搶 之前搶勞力士那件事 交收勞力士 那些屌癢癢的 在大圍火車站那裡 拿著刀屌 你有沒有斬勞人 搶勞力士 所以沒有的 我都不知可以怎樣解決 60萬你叫他過數給你 算多數 你覺得比現金那麼多 很容易搶的 你叫他過數給你 60萬 屌你老母 臭屌 現金 真的很難搞的 所以希望大家 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物 這件事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都沒什麼特別 那就照舊吧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